好 今天《國際焦點》來到棚內的是國際中心記者陳佳麟 佳麟早 早安 是 佳麟今天首先這一題真的要好好討論一下 就是開發出ChatGPT的OpenAI執行長阿特曼 上個星期五被董事會解除 本來大家可能要是要討論 為什麼會突然發生這樣的事情 結果現在還可以多討論一題 就是才一天時間阿特曼要復職了 那麼這中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實在太戲劇化 現在有什麼最新發展呢 佳麟 是的 主播 就是在週末的時間 知名聊天機器人開發商ChatGPT的開發商OpenAI 爆出了震撼 但就是宣布來開除了執行長阿特曼的職務 而這個消息曝光之後 真的是震撼了整個科技圈 因為自從ChatGPT爆紅之後 阿特曼這個人幾乎已經等同了AI的代名詞 而究竟阿特曼怎麼會突然被解除職務呢 根據消息人士的說法 早在OpenAI宣布這個消息之前 彼此他們雙方之間就已經產生了意見不合的情況 而主要的意見不合有三大方面 包含是在AI安全上的主張 還有AI開發的速度 以及商業上的見解都有不同的意見 另外金融時報還有CNBC引述 OpenAI營運長的說法 給的理由則是寫說 阿特曼和董事會之間出現溝通破裂 而懷疑原因之一也是跟籌資方面有關 因為傳出阿特曼另外有向中東主權財富基金 籌資數百億美元 要來另外成立一家AI晶片的新創公司 董事會因此不滿 阿特曼是以OpenAI的名義來籌資 但是無論是什麼原因 ChatGPT支付被炒猶豫的消息 真的是來得太突然 包含OpenAI的最大股東 微軟都是相當的震撼 關於自在開除消息前幾分鐘才得知 所以目前微軟方面 也是正在和投資人討論 如何來減少損害 他們也是擔心阿特曼如果被開除之後 公司人才也會大舉的出走 等於董事會方面 現在也是面臨龐大的壓力 不過現在就是最新消息傳出了 因為現在投資人方面 有一些不同的消息 傳出阿特曼還是有回鍋的可能 不過目前雙方都還在討論當中 因此後續有其他的消息 我們會持續為您掌握 主播 是 實在是太戲劇的發展 另外關於以哈衝突 以色列一直強調 他們會攻擊醫院 是因為裡面有哈馬斯據點 這回是不是終於有證據了呢 嘉玲 是的 其實有關西法醫院的情況 禮拜六的時候 世衛組織才派出一支團隊 到西法醫院來視察 當時看完這個地方 就說西法醫院現在像是一個死亡區 還說在醫院的門口看到像是亂葬鋼等等 需要撤離剩下 僅僅大約是290名的患者 還有25名的醫護人員 需要立即的來撤離 不過關於已軍進攻西法醫院之後 許多人都在關心 希望以色列能夠趕緊提供 有關西法醫院底下所謂的地道 還有哈馬斯指揮中心的畫面 不過觀眾朋友還記得的話 上禮拜以色列公布的是一個 哈馬斯在一個核磁共振儀旁邊 有發現武器的畫面 當時他們是表示還沒找到地道 不過就在今天 以色列公布了最新消息 在他們的官方X平台公布 在西法醫院旁邊 是在一個圍欄旁邊 有找到一個地道的洞口 根據以色列軍方提供的畫面 他在洞口也標出一個紅圈 他們就從這個洞口往下 然後垂直往下之後 會看到一個像是螺旋樓梯的物體 往下了之後 這個深度大約是10公尺 走完這個垂直的坑道之後 就會連接到一個橫向的地道 這個橫向地道其實非常的狹窄 但是延伸了55公尺之長 以色列軍方就用他們的攝影機頭 稍微走了一下這個地道 不過走到底 最後是看到一個有一個防暴門 最後就是停在 畫面停在這個防暴門的地方 沒有再前進 因為擔心防暴門之後 可能會有哈馬斯設下的陷阱 所以到底防暴門之後 還有沒有更多的指揮中心 現在還是留下問號的 而關於這個西法醫院之外 大家更關心的就是 還有200多名的人 至現在還是沒有辦法獲制或是 之前有消息傳出哈馬斯和以色列 幾乎是已經達到了一個協議 可以釋放人質的消息 是希望以每24小時釋放一批人質的方式 不過經過白宮和以色列方面這邊的證實都說 現在這個協議其實是還沒有達成的 以上是我們收到最新消息主播 好 謝謝嘉玲的說明 看起來要期盼和平 好像真的不那麼容易 也謝謝嘉玲帶給我們最新消息 好 那麼說到和平不容易 之前加薩民眾收到傳單 不是要他們往南部逃嗎 結果加薩南部大城甘尤尼斯 這個週末也被襲擊了 民眾因此痛批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說南部安全是謊言 而在同一天 耶路撒冷有超過2萬人示威 要求政府停火 才下車就遭到猛力攻擊 以色列精銳部隊戈蘭呂 在加薩北部舊城 則偷遭到哈馬斯埋伏突襲 士兵火速反擊朝遠處目標開轟 一連述發 火力掩護下一旁的士兵們脫困離開 另一邊藏身建築的士兵 試圖用強大火力碾壓哈馬斯 雙方激震 牆上被轟出無數個大洞 軍方還發現大量武器和裝備 就藏在這所高中裡 而連接加上南北的人到走廊 薩拉丁路坐旅車或開車或走路 拼命往南逃 只是南部也不安全 以色列南部大城 甘尤尼斯 周六遭到襲擊 民眾抓起死掉的白鴿 怒批以色列總理 納坦雅虎 與此同時三輛油罐車從拉法進入加薩 以色列才說不送燃料給哈馬斯 那坦雅虎明說是美國要求 還強調以色列的禁軍一切合法 以色列國內卻有不少民眾不滿 陸續掀起示威潮 耶路撒冷街頭就有超過兩萬人上街 陸制以軍攻擊加薩 除了救人之外 根本還另有目的 人質家屬直言 解救人質和打贏戰爭一樣重要 若親朋好友回不來 也沒有勝利可言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而對外戰事不止我們剛剛看到的哈馬斯 或之前知道黎巴嫩等等 現在 葉門叛亂組織胡塞武裝發言人 稍早還宣布他們在鴻海扣押了一艘以色列的貨船 那麼據瞭解 這艘貨船是從土耳其出發 原定前往印度 不過半路被胡塞武裝分子攔截 並且挾持到葉門的港口 而以色列政府表示 這艘船是英國公司所有 由日本公司經營 船上載有25名不同國籍的船員 不過沒有以色列人 而無論如何 尾巴衝突已經延燒到海上 以色列周遭航運路線上的船隻也都受到威脅 另外一個國際焦點 我們盡頭要往北轉 冰島西南端頻繁地震已經持續超過一個星期 火山隨時有可能噴發 所以當地居民3000多人全數撤離 而因為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能回家 所以冰島政府提供這些人 未來三個月的薪水保障 地表裂縫交錯綜橫走下直升機 腳上踩著凹凸地表 這裡是目前全世界最危險的火山 冰島西南端格林達維克距離首都雷克亞維克 只有40公里 最近地震次數暴增 過去一個多星期天天擔心火山噴發 從火山往南 短短三公里就是密集住宅區 可以看到好大一條地震正出的裂縫 熱氣從裂縫中狂冒 和台北的大屯山一樣 地下有個岩漿庫 只是冰島這邊流動岩漿河長達15公里 而且距離地表相當靠近 隨時可能噴發 8小時狂震600次 科學家認為噴發可能性很高 居民全撤光只給5分鐘時間回家拿東西 不過這類地質活動對冰島來說見怪不怪 總理表示冰島應該是世界上最會因應火山活動的國家 但目前連會不會噴發都不知道 當地人只能準備長期抗戰 第一篇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終於連串最新連線 畫面上這位您應該不陌生 柯文哲的妹妹柯美蘭 由柯爸柯媽陪著 剛剛去登記參選立委 結果忘記帶保證金了 另外是何歡山上 不該帶這樣的東西吧 居然音響開那麼大聲開電音牌 等一下帶您看看 喂 外小姐你好 Post Call商家認證號碼來電 清楚顯示企業Logo 名稱 甚至通話目的 讓民眾更願意按下接聽鍵 以往我們客服人員 在打電話給客戶的時候 大概十通電話 只有四到五通會接通 那這種事